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低成本的短片找的投资非常困难 最终我为了拍摄决定自己投钱 我的剧组一共有26个工作人员 包括两名司机 还有7位工作人员是免费的 在我的家乡中国青岛一共拍摄了有6天的时间 很巧合的是半年前的今天 正是我电影开拍的日子 这也可能就是我跟电影节的缘分吧 由于资金少 那个场景多 在中国北方冬天的日照时间非常短 所以每天的工作量非常大 我的工作人员每天只能休息五个小时 我的休息时间是每天三个小时 目的那个场景一天一共有48个镜头的工作量 这在电影拍摄中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我有一位负责管理财物和场景的制片人 以及一位管理日常创作的制片主任 每天拍摄完成之后 我们会商考第二天的拍摄计划 以及支付下一笔的款项 拍摄完成之后呢 就进入了后期制作阶段 这个阶段大概有两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我认为这个阶段是把原有素材 解构再重建的过程 也舍弃了很多原本想法很好 但是完成度没有那么高的片段和画面 最终的结果基本是满意的 但是如果条件允许 其实可以更好 我的电影呢 希望观众在看了之后 如果您跟我一样 您目前的人生 情感 事业 生活并不如意 可以暂时妄妙不如意 摆脱心理困境 人生呢 有很多种可能性 美好的道路也许就在前方 帮我发行这个电影的公司呢 是在中国很知名的一家电影公司 叫陶梦影业 他们帮我建议和规划投递了 很多合适的电影节 我的电影希望观众看了之后 如果您有梦想就去实现 道路在前方 只要去实现就有可能性 最后还是要感谢 加尔戈达电影节 评委会对我电影的青睐 预祝第十一届 加尔戈达国际短片电影节 举办成功 以后越办越好 如果今年年底 我有资金 我会再次拍摄新的短片 来电影节跟大家见面 谢谢